我們這樣的回答 花了大家很長時間 但是也算心平氣和啦 我也沒有講什麼談語什麼啦 你也沒有講什麼不難聽的話 但是呢 我必須要講 任何一個國家 就不是維護 保護 不管我們的國民犯罪不犯罪 不管另外要引渡去那個國家 它是不是一個司法進步的國家 但是我們維護我們國家的司法管轄權 那個是要堅持到底 有可能因為國際的外交的情勢 有可能是因為無奈 即便是像美國這樣的國家 它有可能也莫可奈何 最後莫可奈何 但至少它會堅持到底 它會至少寸步不讓 但是我坦白說 法務部包括尤其是您啊 前後給我們的態度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如果你願意去看一下其他的外交部也好 陸委會也好 所提的報告 裡面措辭之強硬 跟法務部的報告就同一個事情的描述 法務部的溫文優雅 溫和客氣 跟其他的部會的強硬是天壤之別 那這個管轄權是哪一個部會要負責維護 當然是法務部啊 是啊 我們在爭取 對不對 但是你們爭取的強度你們是很客氣的 其他各位請問不好意思 你們是非常客氣的 那個秘書長身體不舒服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非常客氣的 所以正因為這樣 所以讓大家覺得懷疑 大家覺得奇怪 本來對中國官方要客氣的是陸委會 因為陸委會負責兩岸事務 本來應該是外交部 因為外交部要考慮跟肯亞的關係 結果是法務部啊 那個應該最強硬的 那個應該最堅定的 結果是法務部 所以結果呢法務部呢 沒有一個給立法院的報告裡面 沒有任何一個字眼是遺憾 是抗議 是不滿 沒有 沒有 你們說我們給 我們給這個聽我講嘛 我們給 你們在4月8號跟4月11號 都給中央國公安部 有過照會對不對 有過韓文 你們說在韓文裡面有寫到 那我跟法務部要韓文 你們說這話保密 對不對 根據兩岸共產協議 我們第一時間就請求請他放了 所以這是你口頭說嘛 就是說我們有抗議 所以你請求他放人 所以這個態度就是基本上 就我們其他的部會是抗議 你是請求 所以你 你是法務部特別在這個事情上面 自行歧視 你法務部在這個事件上面 跟我們行政院其他的部會 步調不一致 你法務部部長 比大家都清高 你法務部長 你大家比大家都有智慧 你法務部長 比大家更重視兩岸關係 你法務部長 本來應該要挺身 維護我們的司法管轄權了 但是你特別客氣 結果就是這樣 這個有脈絡可惜 我為什麼強調 從2月16號 2月16號那個案子會議的紀錄 其實我們常常碰到的 這個案子 這個會議的 這個會議啊 我能不能再 把這個會議的這個 題目再唸一次提醒您 外國政府遣送國人 至第三國或大陸地區 接受司法偵查或審判 之相關事宜 所以這幾年發生最多就是 類似在肯亞發生的事情 不管是在菲律賓 在越南 在斯里蘭卡 發生了不只一次 對不對 所以這樣的一個 大家在討論 這個案子的時候 這兩張簡單的這個紀錄裡面 大家反覆提到的 就是大陸地區 報告委員 那個時候很多類似的案件 在台灣也有犯罪 所以變成台灣依照鼠地 這個主義也是有管轄權 你有沒有看這個會議的這個紀錄 有啊 你有看嗎 有啊 所以我如果我不耽誤大家時間 包括錄委會 可能要控制一下時間 因為我要把這個事情講清楚 要多久才能講得清楚 我不曉得看部長 我把我要講的 我把我要講的講完就會 就會結束 要不要參考一下立法委員行為法 我們還有下一個議程 另外我不是要參考 我是被拘束 我會被立法委員行為法拘束 那拘束的話就要尊重主席的才是 讓我講我不太尊重你 對不起我不太尊重你 在你沒有回答 清楚回答我的問題 我很難尊重你 我如果講我尊重你的話 我是騙這個自欺欺人 好所以呢 這個邏輯變這樣 在法務部開的會 包括找了外交部 找了陸委會 找了警政署 找了移民署 找了高檢署 找了法務部檢察司 調查局等等來開會 做了這樣的結論之後呢 那麼您去了北京 那麼您去了北京回來之後呢 就發生了這樣的一個案件 那這個案件發展的這個過程啊 其實跟這個會議的結論 弱和伏節啦 就是說大概啊 就是照著這個 法務部的態度 就照著這個劇本在演 這個劇本我們剛才已經講過了 就很簡單 你們會尊重中國大陸 如果他有被害人 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民 我們就說啊那這個 這個我知道你有屬地主義的主張 所以我也會尊重 但是我就不再強調說 那個國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們應該讓我帶走 你如果不肯的話 我就會抗議 就好像陸委會 就好像外交部這樣抗議 是沒有的 我這個是事實的描述 是沒有 是你有在報告裡面提到說 我們認為那八個人 應該要給我們帶回來 但是你是很客氣的講 那我不曉得 你在我們立法司法 很不客氣耶 對我們很不客氣耶 很勇敢 這我加以肯定 因為我們很不講理嘛對不對 所以 你對中國很客氣 因為他們很講理 所以我們穿眼下邏輯變這樣 就是說你為什麼會那麼客氣 你為什麼跟他請求 因為他是一個講道理的國家嘛 那我們相對我們 我們 我們的立法委員是不講道理的嘛 所以我給你扣的帽子 你很不高興 給我 給我反擊 這我 這我都接受 我左邊被你打完 我今天下午 右邊再被你打 你只要有本事 你盡量打我 可是問題是 相對 比較起來 你在我們立法院 面對這些事實 你表現出來的強硬 跟 同樣在內閣 行政院的部會 陸委會 外交部 對肯亞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表現出來的強硬抗議不滿 法務部 特別的低調 特別的溫和 特別的善良 所以在你看起來 顯然 包括我在內的 我們幾位立法委員 比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安部 還要更野蠻 更不講道理 更沒有法治觀念 更荒唐 荒唐是你回答顧力熊委員 我不知道有沒有講錯 但是給我們的感覺 似乎就是這樣 當然你也可以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覺得 每一個看法都是主觀的 每一個看法 都要考慮到自己的說法 自己的態度 給社會的感受 大家也可以批評我 我也願意被批評 雖然說我被批評了 我心裡面也很不爽 我也會想要辯解 反擊 但是我也會去看看 這我跟你的講話的這個內容 我到底有哪一個部分是講錯了 我可能給你扣了帽子 說你無恥 那我不應該講你無恥 你可能還有一絲絲的羞恥 這我不知道 但我不應該就直接去論斷 因為這個東西我沒有任何的客觀的事實 可以完全的支持我 那是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可以放在我的心裡面 我不一定要講出來 但是同樣的 當我們去講出我們的感受 或社會上很多人是這樣看的時候 法務部是不是應該回去檢討一下 你們今天羅部長代表法務部 在這邊所指成的 包括指控我們的法院 說你們這個檢察官把人帶回來之後 莫名其妙就放走了 到底有多少案子 你沒有任何具體的數字 你在這邊做了指控啊 沒有錯吧 你說林德福 那是林德福的提案 可是你不要忘記了 行政院也要你們研究 當然研究不是結論 可是你要知道喔 林德福在這邊 委員在那邊執行的時候 你不斷的附和說 是啊 是啊 沒有錯啊 你還幫他舉例啊 說菲律賓帶回來那幾個 十四個 對不對 就放掉了 對不對 五六年前嘛 那個案子嘛 你反覆再舉就是那個案子嘛 你所以 你記得一個案子 你就把它變成 所有的狀況都變這樣 你記得一個案子 你就開始在指控我們的法院 那有可能 沒有啦 我不要再提控了 斗委員 輕輕的埋怨 我講到很口渴啦 你是要幫我 叫人幫我端茶嗎 你看 部長可以喝茶 我沒有茶 你要不要請人端茶給我 應該的 請那個工作人員 所以我的重點是在於說 我們心平氣和的來看 我們不要有火氣的來看 那個結論很容易就形成 你法務部在面對捍衛我們 國人應該要有的 回到我們的國家 來接受司法審判 這個叫做司法管轄權的時候 是很客氣的 我們可以有一個結論 說你法務部在處理這個案子的時候 跟外交部跟陸委會是不同調的 我們可以有一個結論 是你法務部羅部長 在面對律法院的時候 那個強硬的程度 是遠遠超過你面對中國的公安部 大概這三個結論 還是